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我们《横与顺盘》新一集的《湾区安心自弟拜》 我是Jack 我是Tony 今天我们这一集有点特别 我们就不讲大湾区了 我们今次就讲我们的大深圳都市圈里面的其中一个城市 河园 客家人聚居的地方 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都要跟观众讲一声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直接帮客户去选择单位 选择单位 选择单位 以及会谈谈一些状况 例如大湾区的状况 或者楼盘的状况 但一些细节化的位置 例如交通、配套 我们就不会多讲的 如果观众有兴趣 想了解更多的话 欢迎上我们《横与顺盘》的YouTube Channel 在上面搜寻我们《河园》 就可以看到很多 最新、最齐的资料 的影片 另外 我们公司也有全港首创的VR 360 系统 观众们只需要在画面上方的QR Group 数一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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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进入我们的360 到时可以用一个 上帝之眼 的视角 天空的视角 俯瞰整个片区 甚至乎你按进去 那个建议里面 都看到里面的单位 好吗? 我们今天通年 我们今天最主要是 先和观众讲一下 什么叫深圳都市圈 和大湾区对比又是如何呢? 其实这个深圳都市圈 包括了惠州、河园 最重要是一个经济实力强 强一线城市 带动周边经济稍微落后的城市 是的 深圳都市圈 包括了惠州、河园 还有潮汕 潮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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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东莞都包括 是的 其实是经济非常强的 深圳带动了 一个带动了几个小孩的城市 是的 简单说 我深圳经济各方面 发展得非常好 那我就去扶持周边 振住我的城市 是的 即是没有那么强的城市 我就会协助你 例如我们之前已经有的 深圳合作区 是的 这样去扶持 正如就是说 这个叫深圳都市圈 亦代表就是说 我在河园也好 因为毕竟深圳的楼价太过于高企 并非所有人都负担得到 很夸张的 是的 大湾区就是另外一件事 大湾区我们经常都说 就是政府的一个政策 在广东省里面 挑选九个内地城市 去设立一个大湾区 是的 第二件事 我们今天都想找到另外一个大湾区的城市 来对比一下 河园就不属于大湾区 邵庆就属于大湾区 是的 邵庆和河园这两个宝藏城市 如果是你 你会怎样选择呢 如果是我 首先 邵庆他其实是属于这个 广州市的都市圈 是吧 他来广州比较近些 还有清远 花都 很多城市是属于广州都市圈那边 广佛邵 广佛邵 广佛邵没错 河园和邵庆是两个城市差不多 是的 就算是板块 即是他们的板块 人口上都差别不会太大 如果你说邵庆呢 在我心目中 退休自住是相当之一流的 相当之一流的 有山有水 空气清新 但是如果你说 说到投资来说 我个人去看一下 其实都是偏弱的 因为市中实在太多新楼供应 但是人口呢 不够密集 因为邵庆里面包括了很多 镇 市 高优市 包括了很多 但是何源呢 市中心只有一个市 圆城区 圆城区 其实我们今集都不是跟你说 什么退休 自住这些 因为说了太多 之前我们做十里人摊 那些都是说 退休自住为主 那我们今天呢 主要是说是 投资为主 那我为什么就说 如果要投资的话呢 为什么啊 选择 何源会比较好一点呢 其实刚刚正如我所说 就说肖庆太大了 那人口不够集中 没错 不够集中 你说若干年后 人口会不会集中 这是若干年后的事 而且另外一样东西 就是人口太多 不是 sorry 是新楼太多 是 还有 邵兴的产业结构 是以汽车制造业 和仓储物流业为主 那何源呢 有很多高科技 高科技的公司 在何源 已经落成落实了 这件事我不关心 坦白说 我叫客户买楼投资 不外乎两件事 第一 交通 第二 是不是市中心的配套 足不足够 说回刚才的肖庆 为什么投资来说 相对弱一点呢 除非你是买回曼达 舖 或者买近高铁站 或者市中心的楼盘 那些 因为 以前惠州 经常听人说鬼城鬼城 太多新楼没人住 虽然现在改变了很多 其实肖庆就很像以前的惠州 是的 那我们今天这个楼盘 其实呢 就在河原的玄城区 是的 那整个河原 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就是玄城区 没错 整个河原 其实现在只有二百多万人 二百多万人 河原很大 但是呢 有八三四万的人口 最居于在 河原城区 是的 那我为什么就说 河原城区 这里投资好呢 因为这个发展商很有趣的 本地发展商 本地发展商 它很有趣的 它不是说 建了楼后才卖给你 然后才慢慢建配套 它是建好配套 全部用完之后 才卖楼给你 就是我们三大商圈为宇 是 我们其实片头的航拍 你都看到的 如果你想要再详细些 的资讯的话 就WhatsApp我们 其实呢 这个楼盘有什么好处呢 它有个八年的托管 八年的托管 酒店托管 市场因为实测过的 我们Michael Nelson 在当地 实地测试过 看过的 当地的租金 即公寓上 租金156元 一个月的 有些客人会问 经济这么差 其实大家都知道 经济不是好得去哪 你租金还可以这么高 其实 何得何能呢 搞哪科呢 问题在于 它所在的位置 刚刚所说 我配套齐了 我才卖楼给你 就是我人口已经有了 配套已经齐了 正如你所说 你要住 就要有人口 那整个人口密集 在圆城区 小小的圆城区 如果观众看我们整个 河园的地图分布 什么紫金院 农村院 很多个院 但是偏偏就有个圆城区 很小的 人口就聚在那里 比较集中一点 对 你在那边买这些地方 投资 首先我不跟你说 二手市场 买不可以先 但是租是一定是抢手的 一定是抢手的 一定是抢手的 你去找个城市打工 你都不会去 一些乡下地方 你一定是去市中心 赚钱的 因为圆城区 它的商贸活动 集中在这个区里面 例如去出差 去那边出差 你反而会选择最旺 最方便的城区 一定是 还有城区里面 最方便的地图 所谓的商圈里面 是最集中的 其实我们自己代入回去 就知道了 我们回去国内 吃饭也好 羊去玩也好 去哪里也好 可能看电影也好 我一定是选择市中心 一些大商场围着的地方去活动 我不会自己一个人 走去一些 可能农村 或者走去一些 比较偏 一些 没什么大的商场 没什么配套的地方去玩 你这个譬喻 就非常之贴切 例如香港人最喜欢去挪湖 挪湖去国贸 国贸就是续称为国贸商圈 就是喜欢在国贸 周围辐射几百米范围 即是酒店 吃贺玩乐 全部都是集中在那边 集中在国贸附近 这个商圈就是 兼基商圈 就像国贸那样的概念 吃贺玩乐在周边分布 没错 你不会说回深圳 你会去 除非你有特别事 你才会去龙江 龙华 龙华 你才会去这些比较远 甚至是偏远一点 没有那么方便 甚至是在平山那边 除非你有事才会去平山 不过你普通一个香港人 回去深圳玩 你不会去平山 选择最方便 吃贺玩乐最集中的地方 对 正如少庆那样 你不会去高腰玩 你旅游的可能是去鼎湖那边 你说真是买东西的 可能去市中心那边 你不会说突然去高腰 即是分布比较散一点 对 散一点 人口没有那么聚集 即是你有车都要分分钟 隔半个小时以上 是的 这件事就是说 投资的分别 自住就今天不说 退休自住就今天不说 纯粹用投资的角度去看 因为我也见很多客人 问肖慶投资是否值得 其实都很坦白跟你说 现实来说真的很弱 值得商榷 有商榷的余地 如果你说贺源 贺源又不是好得去哪里 我不会说 因为卖贺源这个楼盘 就说到你贺源怎么好 我们看事实 这个盘真的建了配套 然后才拿一些楼出来 我又不是买住宅给你 我是买公寓给你 公寓香港人都很喜欢 所以说有反租和托管 这个托管 观众要留意 它不是分成的 它是直接是一笔数 是这么多就这么多 每个月给你的 一签一签八年 其实也代表 我不跟你分成 代表发展商 代表酒店公司如何赚钱 市场上真的租得高于 给你的租金的价钱 才会跟你做托管 是吧 正如我刚才所说 市场现时 租金大概1500至1600元左右 因为我们Nelson和Michael 都去过当地看过 拍过很多片 他们都说 当地其实很像福田的Coco Park 非常之漂亮 我也大开眼界 譬如河原都有类似一线城市的商圈 是 没错 因为我们经常围绕着大湾区 而忽略了其他城市的发展 这件事可能会令你错过很多值得投资的机会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说到今时今日我还要跟观众说一声 就是 你买地段 千万千万不要去要景观 景观是真的 不是你第一要想的东西 你买得地段 买得市中心 你要的是什么呢 第一价钱性价比高 你能够用多少钱入手 最低多少钱入手 就一定是选择这件事 明明层楼可能20万买到 但可能发展商跟你说 我景观 側面看到少少 何景 入贵几万元 我就一向都不建议 因为你是投资 好吗 好 大致上是 谈谈这些问题 因为其实很多朋友都喜欢问这些东西 尤其是 说到经济差 租金是否真的租到这么高 也有很多人问一下 我们是着重于租金回报 对不对 即是说你的景观很漂亮 你的租金和景观一般的租金 不会差很远 其实没有分别 因为我自己都租过深圳楼来住 我真的不觉得 在市中心 看外景更漂亮 租贵几百元 我真的不想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方式是投资公寓式产品 租金回报这一类的产品 比较着重于这些点 反正我们之前说的十里人摊 如果你要在二手市场 卖给人 这个视频就很值钱 占很大的比率 对不对 因为网友 我们要分开两个概念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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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看看价单 第一套激笋 一栋五楼 六十六室 其实它真的有很多火 但问题在于它底 开放式的单位 二十七平方 入手价 入手价 十七万七 这是什么概念 买凤凰湾的概念 凤凰湾是我们 我们去年买了很多 买了最好的公寓项目 但有观众会问 有没有搞错 我佛山顺德 我的公寓 我都是卖十七万多 你何德何能 何元一个四线城市 我相信四线城市不过分 和我卖十七万多 还要无批 你记住 这个单位 十七万七的单位 是无批的 分别在于 我四线城市 卖这个价钱给你的地方 是我整个城市之中 最多人口 最集中心点的中心 这是最重要的 你说我们之前 卖凤凰湾 卖水香方华 坦白说 都不是说 顺德最中心的位置 对不对 我人口不会说 有你这里这么强 你想想整个河园这么大 只有二百多万人口 常住人口 其中有百多万人口 是在我市中心住的 你想想这个概念 是多夸张 香港多少人 香港现在七百万 七百万人 不要说我们的核心地段 讲远一点 你说去到东涌 青衣 这些都未必有百多万常住人口 甚至乎全湾都未必有 全湾应该有 全湾应该有 这个价钱是无批的 你说托管那些东西 其实你要自己去找师傅装修 我们公司都安排给你的 但你可以参考一下 价钱大概每平方 大约1500元左右 一平方 也不是很贵 1500元一平方 你计算27平方 其实你可能给多三万多元 三万多元 第二套 一栋十二楼 六十五室 接着这套 其实都是开放式单位 这套就有正装的了 正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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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27平方 有没有效果给观众看 有 这套就22万9 其实你要拿到这个价钱去买 需要付五万元团扣费用 加上就是27万9 我先给示范单位观众看一看 先给示范单位观众看一看 画面都看到了 其实都很骨子 长方形的设计 一进去 就一眼看完 坦白说 这只户型 住就不要住 投资 你是买来投资 放在这里 被人做酒店托管 或者你不交给托管都可以 你自己租给人住 长人住 即是越租 正如刚才我说 这里像深圳福田的Coco Park 多被人租 多年轻人租 年轻女儿 年轻仔 通常这些都是围绕商场周边 所有的附近工作 例如酒吧 夜场 例如上面的那些 那些叫什么呢 即是消费群体 偏向于年轻化的 年轻化的 因为你不会说 有些上了年纪的人 租这些单位 一家一大小住 你住不了 需求太小了 这些住屋 但你说需求哪些人呢 单身的 情侣朋友之间 两个人 是租这些来住的 在周边工作的 即是为了方便 即是不需要搭车 铁车去上班 即是走几步 可以睡觉 第二天起床 可以上班 没错 其实是租给这些 好 那我们回到这个 这些一定是有消费需求的 即是每一个城市 它一定有些 年轻的消费群体 即是你无论它的经济好 也好 经济不好也好 经济不好 但它都有它的消费群体 就不是说年轻 年轻人就不消费了 多于少 还有这个河园区 比较集中在这个商圈里面 即是变了这个城市 七至八成的 年轻的消费群体 集中在这个商圈里面消费 没错 没错 我们除了平层单位之外 我们也有复式单位 就是我们价单右手边那一套 都是27平方 入场价29万5 包括精装 都是要加50万元的团购 即是三十多万 三十多万 那复式我们先看看片段 其实设计上 不会有太大的惊喜 有什么优势 这些是没有的 即是标准的洞 标准的小细的公寓 对,标准的普通的小细的公寓 複式上到来也是这样 一张床 应有尽有 即是蜡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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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是中空设计 楼底又高,又舒服 又不用那么迫洁 我睡觉就睡觉,下面听就听 因为货源都不会太多 因为我刚刚都说了 发展商建好所有培套 全部运行 然后推最后一两栋出来 去卖给人 其实很少拿来海外卖 或者拿去香港买 其实这个公寓,在当地都卖 但我们里面货平 其实我们商讨,有谈计 我们经常推广给观众 大湾区、大湾区 九角内地城市 我們會不會忽略了在經濟條件好的城市 周邊的城市忽略了好東西呢 價錢又便宜,交通又好,又方便又近 又值得投資,我們會否忽略了 所以我們就去找,我們又找到河原那邊 寶藏城市 寶藏城市,是的,寶藏城市 其實我們就不是刻意將它和大灣區城市比 因為大家的定位不一樣,畢竟 大灣區始終是上面政府的政策 又說回頭,你都不可以保證以後 河原區不可以關立大灣區城市 是的,沒錯 這個政策經常在變的 其次,我又不是拿一百幾十萬的出來推薦給你 我拿十幾萬,二十幾萬的出來推薦給你 我亦不會說,因為買公寓其實真的很講地段 我們之前推薦的鳳凰灣近地鐵 水鄉方華便宜,旁邊有個商場 合景令峰,對面就是江門東站 江門東站,沒錯 甚至乎是珠海的中環廣場 都在十字門下面就是城櫃,是輕櫃 還有我們的海亞繽紛城 旁邊都是輕櫃站 我們不會隨便拿一些 交通很重要,公寓投資的交通是非常之重要的 沒錯,我們不會隨便拿一些 又貴 風險又高 缺點又多 沒有人 例如難聽說一下 例如邵慶有一個盤 恆大的 什麼夢幻世紀城 坦白說 很多行家推銷 現在好像還在賣 我偶爾在Youtube上看到 還有行家推銷這個盤 坦白說 我不評論別人怎樣做事 但我覺得 你買這些盤給別人 有沒有意思呢 都幾麻煩 幾麻煩 也有什麼要加 首先你又不是特別便宜過人 你的價錢標榜比人便宜 你賣單不是這個價錢 第二就是 你那邊真的沒有人的 還有那邊的交通也沒有那麼方便 是啊 我們說了 深圳去河原 每天有16班 即是一來一回 30多班的 我不跟你說幾班次的車 我只是說你的車程時間 我去河原 怎樣都比你去到 剛才所說的樓盤的位置 河原一小時都不用 是吧 觀眾要看片 要選兆慶 都要真是落足眼力 選擇一些 即是靠近 新區 市中心的那些 那些盤 例如你說 萬達的那些 不是幾好 是吧 起碼是大品牌 其實都要考慮 鐵路的班次 如果一天只有一兩班 作用又不是很大 是吧 和河原華盛 每天都來回 起碼都三十班 是啊 甚至乎你說 龍光九龍灣 西光明郡 這些好 好在 在 那個 少慶東站那邊 旁邊的直線距離 大概兩百米左右 這些好 好在 我旁邊真的有個 城軌站 舒舒服服 我住也可以 去其他地方也可以 但你說真的 買到一些 真的我難聽說 山卡拉的地方 你都是要拿 這樣的價錢出來買 無謂啊 所以我們就極力 經常都想找回 市面上方便 集中的公寓 又是便宜的 推介給觀眾 所以觀眾看到之後 不妨都可以分享出去 給你的朋友親戚看看 還有一件事 你可能忽略了一點 河縣是甚麼人的聚居之地 客家人 客家人 客家人的優點是甚麼 務實 實際 他不是好東西 他不會拿出來買給你 實在一點 其實我們香港都有很多 客家人 客家人 你眼見客家人很務實 客家菜都很出名 其實當時回到國內 有時都會試客家菜 客家菜 香港其實都有的 但不是太多 可能香港比較多些村菜 湖南菜 辣一點 你喜歡吃 那是好吃的 現在看到這個盤 應該以後 吃多一點客家菜 不要離題離得那麼遠 大哥 你客家菜 我特地還學了一句客家話 甚麼 大記號 這個應該是客家話 客家話還是潮州話 我真的不知道 我猜是客家話 其實挺有親切感 是 其實我真的 我分不到 因為始終我們國內 中國這麼多年發展 有很多種謊言 我想過千種謊言 是不是 不要緊的 最重要你分不分到 河原是否一個寶藏城市 寶藏城市 寶藏城市 這個春天你有沒有OK 即是有沒有這個投資價值 是的 你真的 因為其實我們明日和後日 其實我們在尖沙咀的Makupuro Hong Kong那裡 Hotel 4樓我們會有個展銷會 到時你可以親自上來 跟我們了解 由於疫情的原因 其實有人數限制 最好最好 先找我們預約了 我們的電話在下方 你找我便打98889027 如果找我便打9889097 是的 其實大家都是見面 我和你介紹這個樓盤 周邊是怎樣 其實當你看到我們的航拍片之後 你就明白到我說 為什麼寧遠同樣價錢 我買河原 一個不屬於大灣區的城市 都不用這個價錢 去買一些屬於大灣區的城市的公寓 你看完銀行拍片 看完周圍介紹就會明白 其實Jak 兼機這個發展商 在河原 應該還有一個住宅項目 有 這個叫春天禮 春天禮 住宅項目 就叫風光禮 風光禮 因為今天我們最主要是說投資 投資 我們不跟你說自住退休 我就不提住宅的東西 其實住宅那個 非常靠近我們河原東站 非常靠近 9分鐘的車程 9分鐘 好像聽說那些職是神職 其實神職我們這裡買過關子 只能跟你說 大灣區來說 都非常之罕見 極之罕見的神職 究竟什麼叫神職呢 就是WhatsApp我們 我們告訴你 入場價也不貴 幾十萬而已 便宜過買十里人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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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房已經有人找到購物了 其實那隻職 你看到 都很難不心動 可以用神職來形容 尤其是住宅類 極之罕見 即是自住就一流 自住一流 一定是一流 我們今天不是講住宅 我們下集再講 其實呢 接下來 我們會有一集 特別是講一下 京畿這個發展商 另外一個住宅項目 有什麼賣點 風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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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春天里 春天里是公寓 風光里是住宅 大型的住宅項目 沒錯 今天大致上其實只有這麼多 因為始終 我們這條片不會太長 都是簡單的 拿兩三套 我們覺得可以推薦給你 便宜價入手 因為我開始講 買市中心的公寓 你投資 尤其是你投資 一定是優先考慮 你用什麼價錢去買的 是的 我就推薦17萬7 這套無批的給你 因為如果你移回 1500元一平方的 裝修費用去計算的話 你多給三萬多元 當然 這三套都需要加回 50萬元的團購費用上去 是的 有些 就必須要交給酒店托管 有些就可以自己去選擇 另外 有一件事我沒有提到 就是Payment方面 這間發展商非常之好 其實它的Payment都是很少見的 很遷就香港客戶 它這個Payment是很遷就年輕的客戶 通常中年人以上 很多買得樓的都有能力一次過給了 比較年輕的 年輕的 未必有能力一次過拿出這麼多錢 那它就很好 給你分4年付錢 4年付錢 4年分期 4年分期 其實如果我用17萬7 這套單位去講的話 你開頭給一半的錢 即10萬元都不需要 對 給一半的錢 正如一半分4年付錢 4年怎麼付呢 都不是逐個月付的 你可以選擇逐個月付 你可以選擇一年裏面 隨便一個月付一筆錢 正常付錢才能收樓 不用 你付了一半以上 到了收樓時 你未付完美款 都可以收樓 這個就是發展商好的地方 有些像泰國 泰國就說 給了首期後 尾款看到尾 收樓後才給了尾款 這件事坦白說 信用卡都錄了出來 你拿一張信用卡出來 我稍後幫你拿一張卡出來 你錄幾萬元 我幫你轉到公司的帳戶 公司再幫你轉到發展商 我再幫你申請信用卡 其實我有幾張卡 即我一張卡已經解決了 即是如果用幾張卡 已經可以全拍了 是啊 那你一張信用卡 我幫你打到Cut Center 分期五年 不需要 不需要 夠做的 我用信用卡 你說的 可以的 一會兒你拿一張卡 給我幫你錄 你選了哪一套 其實我心儀的複式 295萬元 295元 是啊 因為兩層 但在香港是 沒什麼機會 如果你要兩層 這些住宅 你現在說的 香港那些 劏房職 都幾百萬 你首期已經分分鐘可以買 兩三個這些單位 這些還可以出租 你這個價錢 在香港車位買不到 廁所你也買不到 不是車位 我說香港的劏房 劏房你 就算給一成都買不到 當然買不到 不要 你租 你租 我當你五千元 我當你便宜五千元 好嗎 例如大角咀 五千元 大概 你一年都六萬元 你租了多少年 因為三十幾萬 始終是 沒體驗過 複式單位 這些 那些體驗 我出租也好 自住也好 即是說有一個Loft單位出租 自己持有 這裏有點不同意 自住我不買這裏 自住不要選這裏 聽我說自住買 風光利 那如果我是不續有限 我是只有十幾二十萬 你不續有限 這裏是不錯 但你真的想清楚 我覺得不太適合自住 是投資的 你說自住 不要緊 風光利 不是 你想買這裏都可以 因為我還有大職務 那裏是貴的 三十幾萬 又這樣說 我住就住風光利 春天利便便便買 不是複式 即是開放式的職務 加起來也不需要很多錢 即是一間自住 一間出租 這個配搭其實也不錯 有 有 但一般我想 你先想了一間 你先拿一張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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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關我事 你先拿一張卡 29萬5那套 觀眾如果有興趣 即是WhatsApp我 我幫你鎖了29萬5那套 很多觀眾要了解十幾萬灘的項目 但現在我們正式衝出大灣區 即是我們不要經常把自己的概念 在大灣區裏面 其實我們廣東省都有很多城市值得去了解 因為這樣說 忘記大灣區 大灣區以前都沒有這個概念 以前是大灣區概念 之前是珠三個城市群的概念 沒錯 其實都是 即是以前很多人買什麼清遠 哪裡啊 其實清遠 清遠都是寶藏城市來的 即是我們都希望我們公司之後 會陸陸續續有更多不同的城市 介紹給大家 即是大家 我買樓行不行 可以的 你了解 你當旅遊片看 是啊 因為有時候我也覺得 Nelson和Michael他們拍的配套片 很棒 很吸引 好像旅遊特輯 我簡直是看一個旅遊攻略 我不是看你買樓 是買樓 簡單的就留給我們說 另外就是說 因為十里人買過廣告 十里人攤 始終這個樓盤 其實我自己本人很喜歡 剛巧早兩天出了最新的一份 香港專程人家單 因為我們沒有時間去拍攝 現在好像六期都有一些特價單 不過六期便宜到百多萬 沒關係 我們的觀眾都很多有興趣看六期 我們就看看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就講講六期 和最新的專程 剛才提到的 經濟風光里這個住宅項目 有什麼神跡呢 留給我們另一個同事說 好嗎 我們下集見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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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灣區這麼大 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多樓盤花多雅暖 自助投資 哪裏好些 有什麼陷阱 有什麼中复位 想知道多些 試多些 可以隨時上我們公司 和我們最主要的團隊聊聊 我們在廣告新界 深圳和江門都有分點 可以說總有一間在左近 還有記得關注我們華語訊盤的 YouTube Channel Facebook Website 以及WeChat微信公眾號 我們最新的市場消息 熱賣的訊盤 或者折扣優惠 就有第一時間通知到你了 還有千萬別錯過我們華語訊盤全港首創的360全景上帝之下 投資前看真點 勝算事研究一點 我們GC高部華語訊盤 食落全城港人服務 一條龍跟進倒收樓 總之選擇知識 包你岸奇